你认为 一个替我招呼生意的小伙计 能知道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是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替你招呼生意的伙计 偷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据他交代 护光照相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联络点 平常你们只联络一个人 这个人的身份也非常地特殊 而且他就在特战总部里 李先生 我不是有意要偷听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用怕 你已经立功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很快就会帮我找出这个奸细是谁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这个小伙计也确实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可是你忘了 他见过这个人 而且不知一词 你没有用我 我们在吧 使这到底是谁 小伙计 你�ій子 这个小伙计 你 Bright 这人 好 来 科长 什么情况 李洁死活不肯开口 小伙计倒是招了 但他知道的是在台上 有人给他打过电话 是 但他并没有说话 应该是向他报警 所以小伙计逃跑了 打电话的这个人 很有可能是特战场的人 据小伙计招供说 他是李洁的下线 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你已经回队线了 但我证据不足 只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陈队长突然插手 而且差点让局面失控 我想让科长亲自督察 当众抓住这个奸细 抓住内部的奸细 这可比什么都重要 就这么办 把李洁和小伙计带上来 是 渡达 渡达 特战本部を徹底封鎖 入住者 出入者 全部 遮断 是 嗯 嗯 进来 来 今天见了什么鬼吧 我们怎么都成饭呀 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字 喂 是我 知道了 陈江伦在我这儿呢 好的 让我们下去 走 快点 集合 集合 金木科长 特战总部全体成员 集合完毕 诸位 我要通报一个 很不好 很不好的消息 在你们当中 有一个人 是共产党 今天 我有当众 找出这个奸细 找什么鬼 可以开始了 李洁同志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揪出哪一个是你队伍当中的奸细 饶你不死 说吧 说吧 好 有种 阿春 您好 先生 您是拍照还是取照 该你了 看仔细了 在下面的队伍当中 哪一个是你的同志 把头都抬起来 只要你把他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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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饶你不死 也可以饶你不死 不死 你把他指的 那这奸绿 就要你把他指的 哪有一定的 这奸绿 这奸绿 他以为他 你要保护你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已经不行了 这个只怕也撑不了多久 但你一定要救和他 他的头部受损严重 就算勉强围之身 她死了 你也要死 好好好 快快快 快 科长 曼娜 曼娜 我求你了 别这样 她现在没有意识 冯曼娜 曼娜 曼娜 她仍是清醒 可是受伤的神经 却并没有完全恢复 我们该怎么做 最好的恢复方式 还是时间 没有时间 那就不要再刺激她 让她最熟悉 最亲近的人 来多陪陪她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许再接近她 好 不许再接近了 给她 宝贝 算我没说 放心 我会把这些都写进报告的 礼尽生奸 张大打下去 他就吃不到我 冒这么大风险 单枪匹马就拦胭脂 怎么不汇报呢 苦肉计都用上了 还顺手帮你吧 唯一的上线断了 周雨昊成了断线的风筝 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给了你一个新的代号 巫司 电灯泡里的巫司 你处于静默状态 必须等组织上给你通电 布置具体任务 你才能发光发热 明白吗 巫司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被点亮呢 周杜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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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额科集电 让你马上去唐恩基医院 科长没有撤我的职 已经是很照顾了 希望你的心理 真的是这么强的 是 李杰在这个关口 拼了性命要跟阿春同归于尽 他说明 很显然 他不想让阿春指认出 这个共党的奸细 那么也说明 阿春说的话是真的 这个共党的奸细 就藏在我们特战总部里 你当时看清楚 阿春的手指向谁吗 这个心浮大魂 如果不能除掉 特高科科特战总部 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科长 昌台贸易商行 是共党的据点 这条线索是燕提供的 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当我们盯住了 昌台贸易商行 准备抓捕穆老板的时候 陈嘉伦队长 却突然横插一杠子 据我所知 是陈队长 先跟踪的 昌台贸易商行的穆老板 因为他们发现 他是共产党的联络员 科长从哪儿听说的 你先不要问 事实是不是这样 陈队长带人 抓捕了穆老板和李杰 之后 您又带人硬闯了进去 还开枪打死了 王队长的手下 何人先告终 科长 行动队截获了我们的情报 趁我们监视的人麻痹 事先进入到昌台贸易商行 以至于打草精神 穆老板死了 李杰差点跑了 还是我们抓到的 那么说他们只是为了抢工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觉得他的行为 实在太可疑了 继续 李杰不肯招供 我们去警察局的档案里 调出了李杰的资料 然后马上派人搜查了 他的照相馆 可就在我离开不久以后 陈嘉伦队长 却硬是闯入了刑防 审讯了李杰 而且在这之前 照相馆的伙计阿春 接到了没有声音的神秘电话 你怀疑陈嘉伦 还有 在李杰被带入 特战总部的那一天 陈嘉伦队长见到李杰 非常吃惊 李杰也看了陈队长一眼 我当时没有太留意 现在想来 这一眼大有问题 对 既然 李杰跟共产党新四郡的 江南众队有联络 就不能排除江南众队 会知道 藏在特战总部的 这个奸细 客长的意思 是想让晏去查一查 你马上跟晏联络 让他调查 与李杰有关的所有信息 是 那 陈嘉伦 对于陈队长 我还是吸引得过的 科长 曼娜 莫莫先不要提这个了 别看了 那是她的工作 你 你要学会 像一个男人对待女人 一样对待男人 你做到了 你就可以征服所有人 你很聪明 就差那么一点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一觉 睡了太长的时间 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带你去看啊 我打了那么多天的葡萄糖 你是不是饿了 也馋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鸡鸭血汤 宁波汤圆 排骨年糕 谢克黄 还有刚出笼的南乡小龙 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 庞氏出了新的白鱼霜 宗郎公司又有新的香粉 双美出了新的生发油 还有寺康丹 也有新的美发霜 我们一样一样去试 一样一样去选 对了 最近还有很多新的电影 富贵春梦 蜜月快车 冤魂复仇 我们一起去看 看个够 胭脂 你醒醒啊 你要赶快醒过来 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呢 醒了 我饿了 带我去吃饭 好 那你去吃 袁队长 我盯着做的 出租长过 没有任何问题 吃了 我睡了多久了 我睡了多久了 十天 我爸妈呢 还好 小的时候 只要我不开心 妈妈给我做碗面 或者给我买件新衣服 都能让我瞬间好起来 转大以后 上了学 遇到不顺心的事 只要叫上朋友们 出去大吃一顿 或者到商店乱买一气 我都会特别开心 妈妈总说我是败家子 可是爸爸还是总会 给我零花钱花 爸爸说 宁可未难受 也不要让心里难受 可是我现在一口都吃不下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难受了 那在牢里为什么吃得下 因为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我们都一样 活着 是为了死去人的那一份 祝宇航 胭脂活了 你妻子告诉你的 她亲眼看见了吗 周宇航 你就慢慢接走了 真是天不枉我呀 你抓紧时间 赶快跟胭脂取她联系 必须化解无患 这样 以后 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 把取您版的任务交给她 镇长 我有个情绩 我要让上海站 建立其他的联络渠道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现在唯一的渠道 就是林田木 病人该用药了 天木 胭脂 吃药时间到了 嗯 今天吃分之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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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完这样 你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再吃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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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 拉眼睛就同意介入我们了 不可能 曼塔小姐 想想你自己 当初你投靠我们的时候 也并非全心全意 可当这个世界只为你留下一条路的时候 你就会在这条路上 万发你所有的热情奔跑着 现如今 外面所有的人都想要蓝颜值的命 只有黄金可以庇护的 姐妹花 属都冬归落 放心 我会重新跟她做姐妹的 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说吧 我想变个样子 想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变成你希望我变成的样子 我想变成你的代表 我想变成你 想变成你 想变成你 那我还可以变成你 这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我看你能撞多久 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抓起来 还记得这间屋子吗 以前是餐厅 太好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是啊 我们又在一起了 诸位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力 特高科决定完善特战总部的领导机构 新成立后勤科 情报科等两个科室 审讯单独成立审讯室 原先在特战总部的牢房改为看守所 这样一来 特战总部的规模 将得到大大的扩重 下面我宣布 由周雨昊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 分管情报科 后勤科 总务科等三个科室 并接任情报科科室 是 由冯曼娜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 分管侦察科 技术科 技药科等三个科室 并接任侦察科科长 是 还有 由陈嘉伦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 分管行动队 看守所 审讯室等三个科室 并接任行动队队长 谢青木科长 栽培 特战总部的顾问仍由我担任 渡边军仍担任先兵队队长 那么亲爱的燕芝小姐 你愿意归属哪一个部门呢 周主任 周主任 你愿意收留我吗 不甚荣幸 你愿意收留我吗 你愿意收留我 你愿意毫울 你愿意对我 你愿意 思识 去陰尘 三个酒 我和父母一起炒出 那么目标是吗 这些人都怪不得了 但是没关系 他们的真价值是 在上海中处在 中处的反智势力 一掃之后 结束了 这些人都没有必要 小红 小红 太太 小红 天职醒过来了 真的 太好了 我们一家人 终于还是团聚了 快走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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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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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爸 妈 我回来了 胭脂 我们与家人终于团聚了 回去就好了 这德国货呀 就是地道 妈妈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排骨炖藕 马上就好了 你等等啊 小红 准备开饭了 来来来 赶快坐下 让爸爸好好看看您 瘦 瘦多了 这 爸 好 他们没有为难您吧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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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那就好 上海站的应变机制 还是比较完善 你所交代的联络点 密码等等 他们肯定都已经更换了 我脑子还没好全呢 能记得只有这么多 不过 不过 他们的工作方式你很熟悉 总会有一天查到他们的形成 说不定是他们先找到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相信我 把你和宋敏从认识那天开始 到他开枪打你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每一次见面 每一次交谈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写下来 按照日期 表好顺序 我脑子还没全好呢 记不了这么多 慢慢来 总能记起来的 下班了 下班了 废话 派车送你啊 不用 冰死的 香烟洋火 药 我 到 下班了 我 小伙子 我 我 还 来 一下 我 去 来 我 来 来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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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了 他就在里面 你要是觉得需要 现在 我就可以把签你的纸袋还给你 宋敏 如果你不知道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筹奸就是你的工作 我死了没什么可说的 我打你 是为了林天牧 你是不是男人啊 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 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往火坑里推 我没别的办法 有 是你自己懒得去想 好 感谢观看